滴定就是酸鹼中和 我們前面要各位背 酸鹼中和的通勢叫做酸加鹼 會產生什麼 鹽加水 所以會產生鹽淚 鹽淚 生成鹽淚 好 現在一樣 這個其實沒有在做滴定 就是讓它反應然後產生鹽淚 好 有氫氧化鈉 然後呢 所以是去測它的顏色 測它的顏色 好 然後我們看看它的溫度是怎麼樣 然後呢 吸管低溶鹽酸滴進去 啦啦 滴進去啦啦 來 然後到達 柿子變色的時候 表情做完了 好 那你就做完了 酸加鹼 然後會有鹽加水 所以呢就把它容易倒在蒸發裡開始煮 煮 然後弄加熱 就是以前做過的蒸發結晶法 好 看看你最後得到什麼物質 要看眼淚的深層 第一個 這個反應 溫度會上升還是會下降 這個過程是吸熱還是放熱 就前面背過 就前面背過 啊 我們要找可愛小男生是嗎 可愛小男生有嗎 沒有 為什麼都說不到男生有 三 四 第一個溫度上升還是下降 第二個吸熱還是放熱 溫度上升下降 上升 請坐 溫度上升 溫度上升 好 我們這邊有什麼 加石耳啊 加芬泰啊 啊 我們那芬泰被衝死 啊芬泰是被衝死 那個 我們加酸檢指示器的目的要幹嘛啦 你說什麼 不是 這目的不是為了測酸檢 當然是跟酸檢有關係 但是我要做的事情不是要看酸檢 好 請坐吧 剛才跟你提過啦 我們突然變色 表示什麼意思 實驗做完對不對 恰好中和對不對 所以 我們是利用顏色變化 來指示我們的酸檢是不是 張好中和了 好 最後 請問你 可以得到什麼物質 請問我得到什麼物質 帥哥 男五 5 23 23號 等一下 等我 我們要把它打開 open 轉過來 看到你 來 這要什麼東西 鹽 不算錯 這裡是什麼鹽 這裡是什麼鹽 不算錯 這裡是什麼鹽 我們是拿氫氧化鈉加鹽酸 所以會得到什麼鹽 氫氧化鈉加氫化鈉加氫化鈉會得到什麼鹽 不用這樣 石鹽霸 請坐下 石鹽 在非常多的考卷題目裡 在非常多的考試題目裡 都是加氫氧化鈉跟鹽酸 所以產生的鹽類都是氯化鈉 但不是每一題都是氯化鈉 你給我看就它是誰跟誰加在一起 看誰跟誰加在一起 就叫做酸加鹽會產生什麼 鹽加水 所以要告訴你會產生鹽類 產生鹽類 然後這是一個放熱反應 這個簡單的問題還蠻多人愛問 酸鹽中和C來放熱 它是一個放熱變化 就是告訴各位 有關於鹽類的生成 OK嗎 OK